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療癒耶 果然跟我們的自然療癒呢 這個感覺已經達到了非常淋漓盡致了 我知道剛剛你們在店裡面 因為我聽到一直 我覺得它包含一些希臘的古典設計 是白色金色然後還有一些綠色的設計 是很大自然的感覺 很大自然 咦 你搶到一個最重要的點了 對 自然大自然 我希望呢 有感覺到了 那另外我們也想要來問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強調 我們這一次的品牌特色是自然療癒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感想 你們也自然療癒 你們的自然療癒是什麼 我們自然療癒就是把珍珠奶茶戒掉 是嗎 他們都知道你喜歡喝珍珠奶茶嗎 愛喝奶茶 可是就是前一陣子 你都知道 前一陣子太胖了 所以就是戒掉有糖的飲料 然後開始健身運動啊 上三溫暖朝向啊 欸 天啊 完全大改變耶 對 沒錯 因為只要會喝奶茶的人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沈淪啊 是嗎 偉姬也常喝啊 很沈淪 你現在都喝水 雖然你要綠癒 欸 他頭頂一刀 對啦 就是喝水加用對保養品 是最重要的 對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用對保養品 因為我們老是會覺得男生有時候 很偷工減料 有時候回到家連妝都不卸 男生可能你們可能一定要卸妝吧 對不對 然後呢 講到這個部分 我就要來問一下那個 尾靖了 所以你回到家會卸妝嗎 我一定卸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是完全 亂卸妝 亂卸妝 後來就是亂卸妝 卸一下下就沖掉了 根本一點都卸不乾淨 所以卸妝真的超級重要 然後 除了卸妝之外 你也要做好很好的保養 像基本的保濕啊什麼的 你可以用化妝水啊 乳液啊 像我剛剛我們都在裡面逛嘛 對 它裡面也有很多保濕的系列 很讚 它有示範給我們看 手上都覺得很滋潤 哦 了解 因為其實女人自己本身 我剛剛看 一定會卸很多 後來可是我發現 卸妝王子 什麼 王子 王子 他是卸妝界的品牌 真的嗎 怎麼說啊 因為我跟他出國 我們都住一間 對 那我一開始進房間 你們先整理行李 可是我已經是先把他的化妝包 全部毯開來 認真 然後那個化妝台 一半就是 偽妝的卸妝工具 對 化妝的工具 真的假的啊 因為很細 以前是不認真卸妝 所以我現在都超細節的 卸了很多複奏 還是本身你是所有人裡面裝化最厚的 沒有 為什麼 不是 裝化最厚沒有來啦 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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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耶 中槍你們 好壞耶 而且偽妝會有一點就是職業的感覺 就是 我說偽妝借我一個什麼樣的卸妝東西 她就說好啊 你拿去用 我就沒有照她的那個規矩用 我就開始亂卸的時候 她就說不能這樣子 然後就會教我 就是她 是喔 小老師的概念就對了 對 然後難怪是卸妝界的這個王子就是她 OK 不錯耶 那我們再也回歸回來 再來問一下佩迪 所以你覺得既然綜合以上 你們最在意臉部的哪一個問題嗎 我最在意喔 其實剛剛我已經有講到的高 是因為我會乾到有皮屑的那一種 所以我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起來最像洋蛙蛙欸 你會有皮屑嗎 現在 就是 比較好 現在比較好一點 最近有注意保持 所以就是 不會我覺得 她真的很驚得起近距離看欸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怎麼 她的 她的這裡的蘋果肌會發亮欸 會發亮嗎 對啊 可是我是發光的 你們可以左右兩邊比較 我的蘋果肌發亮 看起來就 你知道 厚天 沒有 就是不自然 可是你還蠻自然的欸 很好欸 弄完了 他們兩個怎麼辦 欸你們剛剛在切切思雨 這樣很不禮貌 你應該不會是跟她講說 你看我剛剛也說她是厚天的吧 沒有 是不是 我覺得這畫面很美 你上來了你 所以你比較在意的部分是什麼 我比較在意喔 他們兩個A3是一樣的 應該就是出油 是出油 對 因為後來我們也發現 其實是因為太乾的出油 對 沒錯 因為有時候你們會覺得臉會油 就乾脆都不擦保養品 你希望她乾乾的 結果就更乾了 乾到一個徹底了對不對 對 所以 好 保濕的問題 出油的問題 出油的問題 現在就交給了Fat Shop 我們要馬上跟大家進行一個 非常特別的 很水嫩 又不泛油光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們用了這一款氣墊粉餅 剛剛你們也已經有玩過了 待會兒要親自由你們 幫我們這三位幸運的粉絲裡面上妝 可以嗎 化身為一日店長不是好當的喔 不能變 你知道剛剛 你知道 對 抽出來好嗎 好來這邊 到底說等一下 你要先抽出來打開是誰啊 你要去哪兒 妳要去哪兒 要去哪兒 去哪兒 你要去哪兒 非常有GL ículos